小姐 你找谁 我找伍伯英 稍等 她不在 她说她今天在这儿加班 我都说了她不在 我进去看一看 你站住 我就进去看一看 她是我丈夫 对不起 不行 我都说了她是我丈夫 我进去找找她 这是省总部 外人不允许随便入内 对 又不是监狱 怎么就不能进去 老婆回这儿啊 徐总 这个女人一往里闯 我找我丈夫 伍伯英 伍太太 请坐 你是谁 放肆 这是我们徐总 好了 你们先去吧 顺便把伍总干事叫来 我陪伍太太说几句话 还是我去找她 伍太太 她们已经去找了 你坐等就是了 你坐等就是了 你老跟着我干吗呀 伍太太 伍太太 伍总干事 有个弟弟 你应该知道吧 听说叫秦武 误入歧途 做了共产党的杀手 不久前 在上海被捕了 伍总干事 为了救她弟弟 专程去了趟上海 上上下下 找了不少人说和 我应不知道 他是共产党 他们失散了很多年 伍太太不要紧张 秦武是秦武 伍总干事是伍总干事 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这个兄弟俩啊 我们还是能够分得开的 那就好 当然啦 虽说是孪生兄弟 长相再一模一样 和他常年在一起生活的人 也是一眼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吴总干事 刚才有人找你 什么人 一位女士 自称是您的太太 自称是我太太 对 人呢 让巡苏给交去了 太像武伯英了 怎么 武太太没读过这张报纸 请坐 武太太等你半天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回家了 你身体不好 来咱们也不说一声 别哭 现在别哭 我不该来西安 如果我不来的话 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可以在心里想他 念他 生气的时候还可以恨他 我们结婚七年了 一直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做梦都想 老天有眼 终于让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有孩子了 所以 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我想这样你哥在九泉之下 会安心的 一定会的 我不相信鬼神 但我相信我哥肯定会知道的 真的 嫂嫂 尽管我并不了解你 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不会 总是那么惨 你哥这些年 一直都担心自己不能够为五家传宗接代 所以他一直在说 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 他还说 他欠你的 他欠你的 真的他不欠我什么 如果说他亏欠 倒是我亏欠他很多 从小到大 他不知道为了我干过的坏事 爱过多少大 你知道 父亲很严厉 他的惩罚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我哥他从来不哭 我到现在都能想起他那张 痛苦的 无声的脸 看着他挨打 我经常吓得娃娃大哭 他总是会对我说 打我你哭什么 下次要再犯 我就不帮你了 可我总是让他一次又一次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 认识了他 那会儿他是我的国文老师 也是学校公认的 最好的国文老师 他能把那些枯燥的古文 讲得妙曲横生 那个时候的他 那个时候的他英俊潇洒 风流提到 就好像 鸳鸯蝴蝶派小说里边 走下来的人物一样 倒是有很多的女孩子 都迷伤了他 把他视为将来要嫁的伴侣 他就不想要嫁的伴侣 不想要嫁的伴侣 他就不想要嫁的伴侣 他就不想要嫁的伴侣 我还要是 有的时候兴趣来了 他还要大声唸给我听 不管我当时是在厨房炒菜 还是在收拾屋子 他还会写事啊 他不只会写 他还发表过呢 他可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呢 但是有很多的杂志社 都跟他约稿 吴总干事 我可是很早就认识你了 有一首诗 就是说这杯茶的 诗 静静躺在杯底的时候 窗外的阳光 很好地投了进来 他发表过诗 嫂子里面有吗 我想看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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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武是秦武 吴总干事是吴总干事 这个兄弟俩啊 我们还是能够分得开的 那就好 太像吴伯英了 秦总 这么晚还没休息呢 我看了半宿的资料 有南京的 有西安方面的 全在上 你去抓人吧 秦总 这都是些琐碎的事 交给我就行了 何必亲自劳神呢 把大家的薪水给砍了 都有情绪啊 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带个头吧 秦总 您多虑了 我那些弟兄 有不少怨言不假 可是该干的活 他们不敢不干 要让大家都知道 只有踮起脚来 才能摘到树上的果实 才能吃到嘴里 明白 您明着捡心 其实是在苦力大家 努力工作 乍一来 不干少干的 只能拿基本的薪水 真正出力的 才能拿到奖金 大家肯定是趋之若鹜了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应该推广到全国 您一直在研究这个秦武啊 秦武 鲁仲宁 武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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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武 武伯英 贵 你 我 我 你 不言下筑巢 为了自己心爱的一半 快乐地奔波 穿梭 你还要去上班吗 当然 我为什么不去上班 拿着党国的风路 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你别再去了 很危险 那个人 他会看穿你的 看穿我什么 都是些多疑的败脸 你放心吧 我会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无不义 嫌你的燕子 不知疲倦地在我的屋檐下煮巢 我会越来越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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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越起我 不知经常 也就是 烦火 ulated 他们已经 halfway 昨天晚上特我想吃了蜂羊 满大街抓人 事前我们得到了消息 转移了一部分同志 有三位同志没来得及转移 被捕了 这是名单 能营救就营救 如果有困难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但是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尽快打入当调处心脏 你这一大小才吃两个了 饿死鬼瘸生啊 我要肉馍 我要肉馍 要什么肉馍 是因为叛徒吗 打狗我在行 不仅仅是叛徒的问题 党调处在西北军里 埋藏了一棵天柱 这棵猪子藏得很深 组织上和杨和庄之间的 不少情报都让天柱骂去 你要尽快地找到他 明白了 另外 彭特怀俘虏的东北军 六一九团团养高福员 参加了我们组织的 东北军军官学习班 还当了班长 前几天 他带着东北军 接受了重要领导的检约 高福员 是东北大学毕业了 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 更是张所与众的少众半经营 我的任务 过几天 高福员要来线 他的安全极其重要 能够出现权势 重要的重要抉择 就要受到影响了 所以你的任务是 利用物价和洋物证的关系 在关键的时候 利用洋的部队 保护高福员的安全 首先这一往下去 往了不少鱼虾 这些徐呀虾呀 还要专门来帮咱们呢 光有鱼虾可没有 真到开庆功宴的时候 得有满汉全席的大餐 这帮工子 溜得太快 溜就溜嘛 要是一下子都抓完了 还要咱们干嘛 处长就是处长 深谋远虑 少拍我马屁 以后我还是尽量 少坐你的车 于公于私 我都不想坐这个车 那是我儿子 老吴 这么早上班啊 你们怎么也那么早啊 去草垫子了 连抓带沈的弄理晚上 累坏了 那赶紧睡会儿吧 那行 我去了啊 改天吃饭 吴总早 雷帝风行 胡处长这回发财了 抓人放人 一抓一放就是钱 你是不是有事啊 是这样的 胡处长抓了一批人 有个朋友托我帮忙忙 您和胡处长能说上话 您看 我看胡处长抓的 那可都是共产党 我帮你说话 吴总 您刚来还不知道 胡处长每次行动 总要烧上些冤大头 这几个人 就倒腾了点烟土 该抓 是是这么回事 可都是朋友托朋友 这是对方答谢的一点小意思 你把我弄糊涂了 你跟胡处长应该比我熟 怎么 他杀熟啊 在他那里熟人不好办事 那小黄呢 小黄在胡处长那儿的面子 比我们谁都大 那当然 小黄要是出面 别说一件事 十件事一百件事都能办成 可是 要想让小黄去求他 那可比登天还要难 有多难 怎么讲 你还不知道吧 胡处长 早就对小黄虎视眈眈了 当时小黄说 他是有主的男人 自己不愿意给别人做小老婆 没想到 胡处长居然为他离了婚 可小黄却说 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你说 胡处长 在神党不大怨怕过谁啊 却偏偏让小黄也制住 小黄成天不给他好脸子 可他还一个劲地穷追不舍 他还放言说 谁敢跟他争小黄 他就把对方弄到草垫子去 你说 心高俏的黄小姐 能受得了她 没想到胡处长 如此痴情啊 你不是要出去办事吗 别在这愣着了 谢谢 不错 擦过了 小丁今天都已经打扫过了 吴总 有事吗 有 我前两天 宠你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户 后来我心里很难过 后来我心里很难过 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你道个歉 正式地认认真真地 说声对不起 就现在吧 闲尼的燕子 不知疲倦地在我的屋檐下 以后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心爱的另一半 快乐地穿梭 奔波 旧时的王谢堂贤 谁能听得到我和我新娘的 你一难 对不起 我无法再给你朗诵下去 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当初是什么样的心境 才能写出这么矫情的诗 我干嘛去关心 我能不能去关心点别人 我干嘛要去关心一只燕子 吴总 你别这么说自己 我不怪你 失随心静走 我知道你弟弟的事 之前 我还三番五次的朗诵你的新诗 可是 你好像并不大明白 要不是你的名字叫吴博英 我真的是要怀疑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怀疑 那个吴博英已经死了 那个可怜的诗人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他 不是 吴总 我真的不希望 从此这个世上 就少了一个诗人 对不起 不能如你所愿 但是已经少了 已经少了一个没用的诗人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才是有用的东西 枪 只有枪才可以保护我们 只有枪才能办到你想办的事 而诗人呢 毫无用处 只会令人伤心 如果诗哥能让我的弟弟复活 可以 我可以朗诵一万遍诗 能吗 所以我对自己发过诗了 绝不再去碰一些叫做诗的东西 我想成为一个像胡汉良那样的人 胡汉良 他成天就只知道抓人 心狠灯跟铁一样 只要他好奇的东西 别人长好的伤疤 他都想揭开来看看 在我的印象上 他并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他总是笑呵呵的 很风趣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我本来 我本来还打算求你件事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算了 吴总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就直说吧 他们前两天又在抓人了 你知道吧 在他们抓的人当中 有我朋友的孩子 是个大学生 他们怎么只知道抓大学生 胡汉良他要是有本事的话 他怎么不去抓几个日本特务 你把名字给我吧 算了 真的 小伙儿你别劝我 吴总 你是个文人 不该跟屠夫打交道 给我吧 我替你三个年轻人谢谢你 我替你三个年轻人谢谢你 谁 李直 江老板 好好好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处长 嗯 上海那个摄影师约到了 她明天下午走 上午用时间 有半天够 处长 姜老板说 她有个朋友昨天被咱们关到草店了 这老东西真不吃亏 让陈梅林放人吧 姜老板 行 按您说的办 然后我回头给草店的打个电话 好吧 姜老板 黄小姐 处长 处长 黄小姐 说我去找她了 喂 黄小姐 处长去找你去了 对对对 正好 胡汉梁要来 不去打水 我去吧 拜托了 小王 这是替别人办的吧 废话 我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当然是别人的事了 不会是供党吧 不愿意帮忙就算了 我没说不愿意帮我就是问问 有什么好问的 要是共产党 我找你干嘛呀 行 马上就办 马上就办啊 接草店的监狱 周紫云李大斌 陈明志 这几天给我放了 什么保释金啊 什么保释金啊 我 挡掉处处找胡万良 马上给我放人 别废话 办好了 终于让他们回家吃饭 那 我就不谢了 谢什么呀 咱俩谁为谁对对 而且我一句话的事情 我跟你说个事 吴总 老婆 你在哪 我路过了 你这气色越来越好 是 是吧 对了 老五 我得帮小黄请个假 明天上午半天 就半天 好 怎么用得着你替我请假吗 还记得我跟你说 上海那个大摄影家吗 人已经来了 就是太忙了 只有半天时间 说好了 明天上午跟你照相 真的 那太好了 吴总 要不明天一块去吧 我明天肯定是走不开的 有什么走不开的 不就是半天的时间吗 老五 那就一块去嘛 对不对 都是西北汉能不给女娃面子 一块去 没事没事 行 我尽量 新运会 好的 我马上送过去 吴总 那我去送给你材料 好 小黄 慢点啊 你别回头再摔着 老胡 有事 给兄弟个面子 这是干嘛呢 我这个人一向围观清零 大家都知道 再说了老五 这个面子不好给 如果这三个人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通融一下 你第一次求我 这个面子我给 老五 这就没意思了 把我搞俗了 把你也搞俗了 这个俗字 人字边上一个鼓 都是赤五鼓杂粮的 谁敢说自己不俗 谁能不俗 再说了 这都是请托人的意思 胡处肯赏这个面子 那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是这点钱能解决的吗 那是他们应该做的 滑度的 确实草垫子那边 也需要前去打电 再说 不是你的东西 我就不客气了 多费心 诶 雨淑 我明天和小黄出去照相 这要领带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可什么爷 你看了吗 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在你们这帮小兔在嘴里听不见实话 出展 你怎么就这么给这个五波英面子呢 不是给他面子 他也是手下求他办事嘛 再说了 这五波英啊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没听说吗 他们家跟杨武成家人试交 给他点面子没错 保不齐将来就用上了 你跟那个陈本人说 赶紧放人 别废话 哦 这条怎样 这条好 滚蛋 诶 处长 这杂志还给群作吗 废话给呀 要不然活不白干了吗 好吧 好 我跟你一块儿 吴总干事的关系 先把人放了 然后再抓起来 这三个人 你可得好好审审 然后把情况告诉我 报告 进 陈总 水 新运和顶点杂志 确实对武伯应发表的新识 我已经让李支核查过了 杂志设的人说 游记稿废的地址 也确实是武汉新人会五国应收 陈总 杂志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李芝为了搞到这些杂志 费了不少心思 基本杂志说明不了什么 关键是他这个人哪 叔叔 喝杯水 今天 我还真听我们吴总谈起心诗了 他明白吗 他自己写的怎么会不明白呢 这可惜他以后不会再写吧 为什么不写啊 他弟弟被调查处的人杀了 对他刺激很大 现在心里只有仇恨 那还是那出似水有情啊 听说五太太厉害得很 像只母老虎 谁说的 她们 瞎说的吧 来 谢谢 那会儿把这个擦干净 把擦干净 把擦干净 杨主任睡下了 刚睡下 你也早点睡吧 你王队长不是也没睡吗 杨主任不睡 你我都睡不得呀 行了 你也忙活一天了 收拾完给小孩早点睡 好 王队长 你干什么呢你这么大事 杨主任刚睡下 高副员回来了 就住在三清客栈的二零三 他不是给 是不是给抓住了吗 是抓住了 刚又放回来了 这是刚刚结合的店外 张司令说要亲自审讯高副员 这么说张司令和公 你等着 我马上给杨主任回报 好 早啊 小黄 小丁啊 今天怎么这么勤快 我都快不适应了 新日会嘛 本来就来天天都有新气象 对了 小黄 吴总能查我给画上上好的大红袍 我从家里拿来 不过可惜了 今天吴总不能和你的大红袍了 为什么 一会儿吴总要陪我去拍照 吴总陪你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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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清楚 那赶紧收拾收拾去拍照呀 去拍照 拍照是今天吗 对啊 今天怕是去不了了 手里有一大堆事呢 下午回来再处理不行吗 下午还有下午的事 小黄啊 你去吧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洋气 一定能拍出很好的菲林 吴总 很棒 这等我 有机会儿 我看起来 你现在肯定能拍照 还有事 选择 不然能拍照 始终夜 把人这一抓 你看党部那些大小贪官 看见我哪个点头还要的呀 所以得使劲抓拼命抓 车长说得对 来 李直 一会儿下午你就在家看堆 找人来求情送钱 我去就回来 喂 寻座 是 处长 寻座让你去的办公室 好 好